亚洲之火的行列 助紧人民给予耐心 民邦政府昨天在槟城就官子角 推荐2018年国庆月 和辉煌较文漂亮活动 吸引三万五千人共襄胜举 回朝润下的敦马坦言 这次国庆日意义非凡 没有很多国家可以和平的政权交替 而我国不只是摆脱外国之民 也从暴贼手中重夺国家主权 值得庆祝 而全世界世界社会 只向翻�ull共和国使命 的姓� Eltern richtig 进行的 没科学 是 虽然西蒙政府还有吉祥白日新政承诺八次都还没有一篇 但对马承诺政府不会废信弃义辜负人民的捕捉 政府将带领国家重返政会 包括恢复亚洲支付的光辉 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 我们相信我们能不能再带回回路 我们可以带回路 我们去向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 这就是忠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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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忠诚。 好,再适合不过了。